陳王毅教授非常有堅定和精力的演講 陳教授在2017年 這個是藍政長官的補選 既是香港市民的期望 亦是人大常委在2007年 作出的時間表證制法的時間表的規劃 因此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爭辯應該是通過一些理性的態度 嚴厲不順促進溝通的解決 陳教授還提出 我們中國人傳統的中央之道 用中度的角度來出發 因為大家都不應該採取一種國走進的方法 很感謝陳教授的發言 我們下一位發言 雖然這本法是談論到 關於香港政治的發展、政制的發展 但是民生是更加重要的 民生更加重要的議題裡面 其中醫療更是重中之盡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梁志豪醫生 為我們討論香港醫療專業的發展 和醫療運作的發展 梁志豪醫生是香港著名的医療科專科醫生 大家每個人都認識他 我不用多介紹 他也是為香港擔任很多公職 包括過去的行政會議的成員 立法會議的成員 也都現在是香港立法會議的主席 我現在想梁志豪醫生為我議題 多謝 謝謝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 首先很榮幸 也很感謝大會邀請我今天出席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言見 剛才聽見陳教授講一個很大的題目 也都看到現時來說 還有很多爭埋的地方 很挑戰性 希望得到香港的共識 我講的題目和它有一點點不同 我就很希望用專業的發展 尤其醫療的發展 是讓大家看到 其實在基本法之下 一國兩日之下 我們今天得到成果 所以是剛剛少少倒轉的看法 不好意思 提出來寫了很多所謂職談 不是在這裡懷疑 也不是在這裡吹噓自己 但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要經過所有的階段 才能達到成果 無論是經過諮詢委 諮詢的時間 無論是前朝的立法會 是建築的立法局 甚至乎在醫學界頭的專科學院 以及醫學局 整件事情 一級一級這樣想著 才能達到今天 在醫療方面 專業方面的成果 所以不是馬國伯 亦都不出去自己 首先很清楚 在醫療的發展 是正面的 我相信這個 不僅在醫療 我相信在很多專業方面 我都看到 在基本法之下 一國兩日之下 對我們的發展是正面的 當你講到醫療的發展 其實我們分為兩方面的發展 一方面是專業 就是我們醫生 如何在基本法之下 如何發展 當然到市民 更加覺得重要的 就是我們醫療的運作 如何服務市民 如何在服務裡頭的發展 可能更加重要 所以我今天想在醫療方面 分開和大家討論一下 即環境 有馬國專業 相信醫療界 比較出點 其實所有專業都一樣 我們要發展 這方面 一定要有兩個很重要的要素 第一要素 就是專業水平的界定 和運作的自主 一定要是專業自主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醫療的方法 就是 一個人有幻想而言 你要怎樣割 怎樣割身衫 所以這些一定是 專業醫生自己的界定 絕對不是行政上 或者政府 或者政治上的界定 應該這樣割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要大家很容易明白 但要一個專業發展 自己的三天同學是沒有用的 也需要有機會參與 國際的相同組織 有機會在國際 裡頭討論 和做科研 才可以發展到 基本法 我們的選法 就能給我們這兩方面 絕對的辦法去推動 大家可記得 基本是142條和149條 142條就是給到 所有專業自主 去發揮他們的專業水平 和制裁自己的專業水平 而149條 就確保每一個專業 是可以用自己 或者香港 中國的名義 參與其他國際性的 商工組織 而在那方面 做多些討論 做多些科研發展問題 究竟 英國兩制 基本法 其實在醫療對頭 是怎樣可以更加提升到 我們專業的發展呢 在這方面 我要講講一點點歷史 香港的醫療醫生 一直這麼久 都在殖民地之下 根據英國的方法 我們今天 就算中大好 廣大好 我們整個醫科的教學 和醫科的課程 都跟英國有相關 都是跟他們自己的 當時 一位醫生 當他畢業之後 他的慾望是什麼呢 經過幾年培訓 去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 考取一個 他們所謂專科學院院士 回到香港 某種情之下 他可以 說自己 我是 浸過鹹水了 我去過英國了 我回來 我已經有多少專業的常識 但是 其實 這個是不是真真正正 有系統的培訓呢 這個是不是足夠呢 當時 是沒有系統的培訓 我講來講 一個醫生 他做了兩年也好 做了四年也好 他覺得自己有信心 我已經達到某種水平了 我去英國 參加了一個 他的王家 他的科學院 考的試 做了他的院士 其實如果用作 這是一個社會 然後回來 他就可以說 我是某科 其實是專科 是不是 其實不是 因為都沒有一個真正正系統的培訓 九十年代之前 香港是絕對 所以香港是沒有一個專科註察的醫生 今天你會看到有些醫生的註察 是外科醫生 有些醫生的內科醫生 九十年代之前是沒有的 理由很簡單 因為當時 香港是沒有一個系統化的專科培訓 你去到鹹水 考過試 就說你是 是不是 有些人培訓了兩年 有些留了四年 水平在哪裏 所以當時我們是沒有的 因為回歸 大家都很明白 我們不可以再用英國的製造 我們不可以再用英國的研發 但很可惜當時來說 我們這些國家 是沒有一個相同的培訓的水平 也沒有一個相同的 是沒有一個培訓的水平 於是乎 在當時來說 我們覺得 我們在香港 於是乎 要面對著回歸之後的醫療發展 所以我們要自己的本身 就是令自己獨立的辦法 這個獨立的辦法 就是去 怎樣去 就是令一個有系統的培訓 哪些地方才可以正式培訓 哪些醫院可以培訓 哪些科目 要經過幾年培訓 要經過考核 跟評審 然後到最尾 那個醫生才可以 變成一個專科 所以我們停止下 我們有幾個大原則 每一個醫療的專科人士 一定有高水平 一定他培訓的階段 或者他至於達到的水平 一定有確定的認可 還有最重要 剛才我們說的批判法 賦予給我們 我們進一步 一定要確保專業的自主性 因為專業的運作發展 我們絕對是專業自己去評定這個水平 在這個程度下 97年之前 我們已經推動了整個 叫做香港醫學專科 或是學院的成合 這個法定經過 這個經過很清晰式 制定要怎樣培訓這個專科醫生 要有系統性的培訓 要多少年培訓才足夠 有哪些培訓的基地 可以讓他培訓到 還有最尾 可以怎樣去評估 這位培訓之後 他是不是真的達到高水平 覆席水平 這個很重要 在這個成立之後 這些是發展機構 這些發展機構 全部是專業自己去參與的運作 在這個培訓之後 於是我系統的培訓 香港在那個時候之後 我們今天有些專科 或者訓科醫生 今天你會見到 有些是老科醫生 有些是兒科醫生 有些是產老科醫生 有些是免疫系統的醫生 這些全部是經過一個 適當的有系統的培訓 經過評価 而香港醫學專科醫院 受訓的那些 已經成熟了 你可以做一個專科醫生 反過來說 我們看到 有可不是一個兩制 會不會發生 可能大家會面對話 也會 不過 一個兩制基本法 是給了我們的推動力 是給了我們一個最法制 推動到香港去做這件事 當然 一國的政策 也有其他的好處 就是香港 可以用香港中央的名義 參與國際醫療的組織和會議 從而吸納到別人的優勢 亦都可以將香港的優勢傳播給全世界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發展 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是 講一講醫療體系 醫療服務的環節 一個兩制之下 如何影響到呢 我們要講 香港和我們國家的醫療體系 完全不同 很多人說 國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但醫療體系其實是一個支援主義的地方 本來講 他以前就是看醫生難 沒有錢就看不到醫生 少錢就看不到好的醫生 香港剛剛倒轉 我們是一個支援主義的地方 但我們的醫療運作其實是社會主義 因為我們只要在公營醫療機構 付100元港幣 就可以做任何的醫療制度 這兩個制度是不同 兩個制度 是否誰好誰不好 我相信這個 我不是在這裏做一個所謂的選擇 但很明顯是因為一個兩制 香港可以保持我們的體系 和在這方面可以大改善 我們不需要跟進 國內的制度 在公安庭之下 大家都知道 要的這個承諾 亦都在這方面可以改善法治 香港一直來講 在醫療服務裡頭 在公營私營 在一個兩制下 我們既然可以解決自己發展 我們在醫生方面都可以發展下去 甚至乎 都不專門說 我們是我們的模式 亦都可不可以讓國外看看 我們的模式 是否對他們有幫助 大家都知道 無謂11、52 國家印度人都經常吹噓 我們很希望在醫療上去改革 我們在這裏 可不可以幫到他們 有一個借鏡 或者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在這裏 慢慢報白 就是港湘大學的深圳醫院 這裏我也要多謝 譚愛珠 女士幫他們走 背後推動了很多 杜白師 這裏就是這間醫院 在深圳的模型 現在正在走著 不過拍不到 現在太大了 沒有拍到 所以拍到模型給大家看 這是他的大門 五色級酒店 都未必很漂亮 你們有興趣可以 差不多也可以 上個E-bay都可以 佔地在19.25萬平方米 深圳政府全資 出了40億去見這裏醫院 以及去買一些設備 鄉大學只是提供人力的資本 可能人力的資本 是否一樣 是等於40億 也可能少了 我們開到全部的時間 每一千九百七十三張病床 將近全部投入服務的時間 我們很希望大約開到 一千九百至二千張病床 每一人的母親 希望看到八千至一萬百 而到時我們的醫生人數 會是九百九十九人 護士的人數 是相互醫生人數 其他專門人數 也有適當的限度 特別的要看醫院 是甚麼類型的醫院 這間基本是一間 綜合性工營的醫院 是國家三級甲的 昨天達到國際水平的醫院 提供的就是服務 教學 培訓 科研 我們也有五個長烈的醫院服務中心 是將香港一直長的長烈服務 在香港帶到國內 當然 除了工人員之外 我們也有特殊的大樓 是一個作為VIP的服務 運作服務 運作服務 我覺得更加同意 希望引入了香港的運作服務 去國內 這間醫院正如我所說 是深圳政府全力財政的支持 鄉大學絕對是有自主權的管理 因為這間醫院在整個簽約的時間 寫得清楚了 就是鄉大學附屬醫院 這間醫院很特別 就是以病人為管 是絕對盜絕貪汙 要高透明度 以及以高薪 來防止 高薪養液 高薪來防止 是貪汙 管治 又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法人 這個院長 就是法人 這個法人是鄉大學提名 而是董事會委任 這個董事會很特別 就是 那個法人是向董事會負責的 不是向政府 不是向某個機關負責 而是向董事會負責 而董事會 七個成員 是深圳政府或深圳台銘的人 而七個成員 是鄉大學提名的人 董事長 這個董事長 就是他們的市長 最初他們很希望是一個雙董事長的運作 但是我們說一個會 兩個主席是做不到的 所以鄉大學就 願意把董事會的主席交給深圳去做 員工的特點 所有的員工是全職這間院服務 大家都知道 國內很多時候 醫院服務是多忙多忙多忙 看多些病人 入息多些 或者放股之後可以去另一間醫院服務 但這間醫院就不行 我給高薪你 你就是為醫院完全服務 是完全沒有 多忙多忙多忙 是二綱定生 還有呢 用高的固定工資 加上法定福利 加上效職 是用一個高薪養業的原則 沒有養金 沒有五百 服務的特點 病人不是去選醫生 我們是一個團隊服務 你不可以說我只想看某交叉 或者某個主席 做人主席的醫生 不是這樣做 我就是 不是過了一個服務 是一個團隊服務 一定要預約 所以不會說很逼勁 是先全科 後全科 因為很多病人 以為我腳趾痛 一定是骨科 我心臟一定是心臟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 而專科 很多時候是貴窩 是普通科 一個專科 一個專科 一個叫先全科 後專科 打包收費 一筆過收費 跟香港一樣 一個價錢 做完診斷 做完檢查 做完基本藥物 完全是一筆過收費 現時我們的普通門診 或者全部門診 是一百三十元人民幣 包括畫號 包括診金 包括普通二十多種檢查 包括二十多種的藥物 當然不是給你 這些需要才給 還有特別 和國內未有的 就是我們設立了病人關係報告 如果我們將醫院裡任何投訴 讚也好 投稅也好 都會放入這個問題 去研究分析 而希望更加為市民服務 用得好些 究竟這間醫護成功呢 開了大約十八個月 我想要看看 接著發展 要將事實 給大家看到 但很明顯 我自己覺得 英國兩制 是做了橋樑 不僅是改善到醫療專科的發展 更加在醫療的發展 做了更豐富 外來也看到 這個目色是好的 很可能是引引到其他醫院 去同一樣去做一個桿架 而最後 大家的目標 就提供更好課 給我們的同伴 給我們的市民 今天我們想這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 我曾知道醫生更精彩的發言 特別提到 港大和深圳政府合作的 深圳醫院 這個可以說是 如果沒有一個兩制 就不會有這樣的合作 而這個 深圳醫院的表現 的確是一個 一個兩制的一個表現 我自己認為 這個是一個 一角特點的體現 兩制優勢的發揮 這是一個很好的籃子